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来回要两个多小时 作业经常做不完 通宵通宵地写 突然觉得没什么回家的必要 不如就住在学校 平时在六楼学习 等同学走了就来九楼睡觉 这办公室很小 只有六个办公桌 没窗户 不大通风 有时半夜憋得慌 不过住在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段 一分钱不教 就别那么挑剔了 吃饭去食堂 偶尔跟同学一块下馆子 洗澡就去健身房 顺便有个泳 锻炼一下 还是挺自由的 每天睡醒就学习 学完就睡觉 上学习开始跟导师一起做项目 模拟星系团碰撞 以前没结束过编程 一切从零开始 每天都要编六七个小时 还要上课 带实验 不编住学校 每周也免不了通两三四销 上个月拿到了PhD的offer 准备五月回国 看看爸妈 踏实地睡一个月 明天睡觉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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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